如果华人人口上升到40% 你认为马来西亚的种族关系会不会更加融洽 哈喽大家好,我是Kelbin 最近很多观众在我的评论区一直在留言 叫我拍多一点视频来鼓励华人多生小孩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最近KK风波闹得实在太大了 当我们看到有族同胞他们一起用人口的优势 来联合背个抵制一家公司的时候 让我们不禁感叹 如果华人也有这么多人那该有多好 但是70%不实际 很多人就说我们可不可以上升到30% 然后再到40%呢? 而且再加上最近KK风波 也是引起不少人质疑这个执法单位选择性执法 所以在这种错终复杂的情绪下呢 大家就开始有了萌生 华人生多一点小孩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个想法 那今天小弟我的立场呢 恐怕要让大家失望了 我认为就算华人人口有40% 我们不但不会变得更融洽 反而会变得更加的糟糕 那这里先打一个预防针 人民之间 有族跟有族之间的相处 其实是蛮融洽的 一般上来讲 只要没有政客在那边炒作呢 没有问题的 我们生活的时候 隔壁是马来有族同胞 作为邻居 也能够有说有笑谈天 然后甚至是一起吃饭都OK的 尤其是在东马 像我小时候我的邻居 有马来人 没有印度人 因为沙巴比较少印度人 OK 就我们相处的也很融洽 那种族对立 其实是少部分的事件来的 只不过往往因为 这个政客的这个炒作 再加上媒体 有意无意的放大呢 才会展现给公众 看到好像 哎呀 这个种族对立的情况 相当的严重 但是如果你仔细回到 生活的这个细节去观察 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 是没有这种种族对立的情况的 这里呢 这个预防针要先打好 不然的话 等一下给人拿去炒作 报警讲 我煽动这个种族情绪 那就不好了 昨天才在Facebook上面 接到这个恐吓 这里还是要小心为妙 OK 接下来我要讲我的这个论点 我有三个论点 首先呢 第一点就是 种族性政党的存在 比如说巫统 国大党 还有马华 或者是像土团党 这样子的存在呢 就会有投机分子呢 在炒作种族议题 然后呢 进而能够捞取廉价的政治选票 要想一下 当华人人口现在只有22%的时候 这一些投机分子 每天在那边把我们当成是假想敌 不断的在告诉马来人 你们很弱 你们很差 华人很强 如果没有我们保护你的话 你找就完蛋了 所以你要把票投给我 对不对 他们就是把我们当成是一个假想敌 一直不断的在炒作 然后如果你想一下 如果有一天 华人的人口是40% 你觉得我们那个时候 会只是假想敌吗 我觉得这一些投机分子 不把你当剑靶子乱乱射 直接把你当成敌人 就已经是偷笑的情况了 所以有种族性政党的存在 就一定会有极端的炒作投机分子 再加上现在我们不只有种族性政党 而且一个宗教性政党 以伊斯兰党为首的 这一个宗教性政党不断的在扩张 我要强调 伊斯兰教本身是劝人向善的 不管是任何的宗教 你只要不是邪教 都是本质劝人向善的 只不过有投机分子 有一些政客 往往会利用宗教来煽动人民的情绪 导致这一个对立的层面 会更加的严重 所以在这样子的背景下 华人的人口增加 反而其实是 对于他们来讲是更有利的炒作武器 这是第一点 那我今天的第二个论点就是 华人的人口只有低于 个位数的百分比呢 种族关系才会更加的融洽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大家想一下 如果有一天 华人的人口只剩下9% 大概是在个位数的这一个情况 你认为 投机分子还能不能够把我们当剑靶子来设 还能不能够去炒作这一个华人很强 马来人很弱 你不投武统 不投土团党就会完蛋的这一个情况呢 我相信还是会有 但是这一个效果会大打折扣啊 马来人到时候也会想 现在华人人口只剩下个位数 你跟我讲 马来人很弱 华人很强 我们会被欺负 不对 我不欺负他们 他们都投效了 如果有一些种族极端的人 他们种种族主义思维 他会往这个方面想的 理性一点的有族同胞 他会觉得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们是碾压的这一个人口比例 你跟我讲 我们会被欺负 不可能 我们只需要自己努力 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那个时候有族同胞的想法 大概普遍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这些政客继续炒作的时候 马来人不会再相信 就算他们真的是有少部分的人相信 总有一天 他们也会面临一个现实 他不得不面对 而且不得不承认的就是 当他们的人口比例超过80%的时候 他们会意识到 资源分配的这一个不公 不是因为种族人口比例 不是因为华人抢了资源 而是因为马来精英阶层 他们的这个政策导致 必然有一部分的人会受到剥削 也就是他们自己人 你想一下 过去新经济政策跑了这么多年 雾达制也跑了这么多年 现在这些炒作分子 这些投机的政客 他们一直在讲是华人抢了他们的资源 但是如果华人人口只剩下个位数 顾达制跟新经济政策应该大概率还是会保留的 到那个时候 马来人会深刻的意识到我进不了大学 并不是因为华人 而是因为这个顾达制恰恰的框住了他们 这个新经济政策恰恰的肥了那一些上层的精英阶层 没有让马来人大多数的马来人富起来 这个他们会意识到这一个问题 这个也只有在华人人口比例 只有剩下个位数的百分b的时候 他们才会意识到这一个课题 那讲完这个过后呢 往下还有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我认为 其实人口比例的这一个多与少呢 并不是真正种族之间的隔阂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理性沟通 才能够打破这一个种族隔阂 换言之就算今天你有50% 60%的人口 但凡缺少了理性沟通的这一个平台呢 基本上来讲都会有这一个种族隔阂的问题的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搭桥 政治人物能够搭桥 让各族之间有这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 还有机会的话 这样才能够慢慢的促进马来西亚 各族之间的团结 比如说在家节期间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农历新年 政治人物能不能够办活动 邀请有族同胞一起来参与这个盛宴呢 当然前提是食物要是清真的 OK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能不能够让有族同胞更加了解 为什么华人新年的时候要有武师 为什么华人新年的时候要吃年糕呢 为什么会有华人新年这一件事情 让有族能够明白 并且参与进来 同样的开灾节的时候 政治人物能不能够办活动 让华人能够更加了解 为什么会有开灾节 然后开灾节的意义是什么 能不能够让我们参与进去一起庆祝这一个佳节 而不是每逢佳节 各族只有自己在庆祝自己的佳节 这样子的话 也很难融入的 因为生活上面没有太多的交集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团结部啊 应该要多办一些能够促进种族 各族之间交流的这一个机会 比如讲 办一些活动能够让彼此之间更加了解彼此的文化 习俗 然后让彼此之间能够产生共鸣 能够让我们了解有族更加的多 这样才能够促进这一个国民的团结 因为只有当你了解对方 你才会有同理心 你才会有共鸣 而一旦你没有这一个共鸣的 你根本上你是不会明白 为什么对方会有这样子的思考模式的沟通 才是最重要的环节 尤其是理性沟通 OK 当然如果政治人物不想或者是没有去搭桥 那么我觉得人民自己本身也有这一个责任 跟义务呢 去做这一件事情 我们不需要等政治人物的措施的 我们可以先从自己开始 比如说多结交一些有族的朋友 大家问一问自己 你到底有多少个马来朋友呢 有多少个印度朋友 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是五根手指都数得完 甚至是没有的情况 所以当我们没有有族的这一个朋友呢 你是很难真正的让对方明白我们在想什么 我们也不明白他在想什么 在这样子的氛围下 那个隔阂就自然产生了 跟人口比例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在我本身呢 我自己是有结交一些马来朋友的 当然是因为在这个商业的这个需要 需要认识不同的人 但是我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 大多数的马来人在我的认识的这个朋友圈里面 其实他们跟我们的想法是差不多的 大家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宗教 还有皮肤的颜色 我们要的东西其实是差不多的 在马来西亚我们就是想要安居乐业 希望能够赚到钱能够有更好的生活 有族同胞也是这样子的想法的 那当然最后一个补充点就是 很多人就讲 哎呀Calvin你讲了这么多 如果这个华人人口真的下降的话 我们怎么办 很担心啊 大家不要担心 因为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的人口比例是一直不断的在下降的 下降到个位数 它其实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那当华人越来越少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一个困扰点 或者是大家担心 华小会不会消失 我个人认为 不会 大家放心 因为马来人在华小的比例越来越大 从2010年的时候 当时候只有9.5%的有族同胞是就读华小的 然后到了2020年 华小学生的比例 从原本的9.5%上涨到19.75% 足足涨了一倍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是不会有这个华小灭亡的存在的 因为华小已经开始慢慢获得有族同胞的肯定 并且他们愿意复资行动 把孩子送进去 当然听到这里有一部分的人就会担心 当华小的人口比例 马来人越来越多 会不会让华小变职 我觉得这个是其人优天的 大家要知道 华小的这一个初衷是华文教育 不是华人教育 插一个字是插天共地的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保留华文教育 我觉得就已经足以 人口的这一个比例问题 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 而且现在我们还能够获得 大量有族同胞的肯定 在华小教育课章上面 他们给予肯定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 我们打破种族隔阂的 一个很好的桥梁跟平台了 那当然最后 最后如果有人担心 哎呀这个华人的命运 将来何去何从 这个人口比例越来越少 我觉得不生小孩 其实是每一个人自己的 这个权利 你不能够逼别人生小孩 对不对 可是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在这一个时代 少生不一定是坏事 我们把资源集中在 一到两个小孩子的身上 在这一个时代 其实才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农耕时代 不需要靠这一个人口 来增加产能 把资源集中 投入在一到两个小孩子身上 恰恰才能够有助于 他们有一天 更加有可能成为精英 我们需要的 其实是更多的精英分子 而不是像五六十年前这样 生小孩只是为了增加劳动力 那在这样子的背景下 当我们的这一个 更多的小孩能够成为精英 不管他是华人 马来人还是印度人 还是其他种族 只有更多的小孩 从小得到充足的资源 他有机会成为精英 才有机会改变他的命运 进而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不知道你是否认同这个说法呢 如果你认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 拜拜